今天我也挺久没有 挺久没有谈过恋爱了 哦 你有几段 一段 就一段 嗯 就大学一段 对 就本科一段 对 然后工作时候五年都没谈过恋爱 六年半 天哪 那不寂寞吗 寂寞是指什么 孤独吗 孤独 会啊 哦 那怎么承受呢 正念 好 OK 我有挺多朋友的 好像是朋友嘛 但是没有没有遇到过合适的人 然后也不是很想长久 哦 对 嗯 我非常清楚我自己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就是刚才说过了能够早上吃早餐的人 嗯 真的不要看感觉 嗯 什么感觉 就是 能够在一起开心 其实我平常性格可能没有今天这么的沉稳 你还沉稳吗 我怎么觉得你沉稳 也没有 可能今天穿的比较俗俩 穿的很俗俩吗 OK好 还能聊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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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是典型那种可能还是 比较纯粹吧 比较纯粹 比较纯粹 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心眼 也好 嗯 哎 那你工作 不在社会上已经闯到六年多了吗 但是我的同事老板 客户人什么的 对你的要求比较简单 对 就没受过社会的毒打 受过 怎么叫受过 嗯 不是很想讲 那就是受过 受过就失业了是吧 对 就挺挺挺难受的 嗯 一直在长沙 父母身边 没有 就一直在 工作的时候去深圳和北京都来过 所以其实有挺多的 不那么开心的经历的 只要你出去闯 就会有不那么开心的经历 可能经历困难没有你那么多 我没有经历困难 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你想表达啥 我觉得很淘汰 不 已经很幸运了 就不能再 太反而再来 这就不能再再再再卖产了 就很大压力 但是 比起你的机遇来说 这种压力本来就应该承担了 懂我意思吧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认可你的机遇 你也可以认可你的压力 因为压力就是存在的 不需要因为你的机遇很大 就否认你的压力 还好吧 我觉得 再大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都 OK OK 那如果 我说如果 想来在一起 你会很黏别人吗 你觉得呢 不知道哎 如果是真的能够 能够能够进入你内心 你可能会很黏吧 可能吧 嗯 嗯 你上一段感觉你黏吗 挺黏的 我那样的时候还小 我那为什么分开 异地 哦异地 嗯 异地折磨是蛮蛮严重 是的 异国 异国 嗯 然后 他本个就出去啊 嗯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 简单一点来讲是他去英国读博 然后我在新西兰打工 嗯 对 挺好的 挺好的 是挺好的 你待会儿晚上还吃饭吗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死了 薯条也不是 我就可以请你吃的什么 火锅什么呢 哈哈哈 不能请你吃火锅 是吧 你今天吃这么多热量高的东西就很 就 又是甜的 奶茶 你自己长胖呢 你就不要来说我吃薯条 哦对你可以尽情地吃薯条 那我肯定会有自己的决断 今天天气真好 你刚刚说18岁是不是个差距 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于 你们真的太喜欢教育人了 哦我还教育人了 嗯 你要觉察一下这个事情 教育什么了 啊对 对不能不能教育人了 是的 对不能教育人 对要跟他一起 他要吃薯条你也跟他一起吃 那不必要啊 他六点钟起来你也六点钟起来 没办法 然后八点钟睡觉 不可能的 我觉得人要为这个改变不可能的 对不能教育人 要显得 他显得足够亲和 足够有趣 我会有趣 对 你喜欢年轻小姑娘吗 这句话不是灵魂考问吗 有谁不喜欢吗 那你觉得年轻小姑娘为什么会喜欢你呢 对啊 这是灵魂考问的 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 因为这些成功人是怎么想的 首先我没有那样 只是为了年轻小姑娘 而年轻小姑娘 OK 首先还是要有话说好不好 有很多年轻小姑娘也很有话说呢 对比如说被我教育一下他不烦 你回应了第一个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些成功人士会喜欢年轻小姑娘吗 你是单身当然是有权你喜欢任何了 嗯 对不对 但是年轻小姑娘就会有更年轻的小姑娘 哦那还是有点羞耻之心的问题 哈哈哈哈 OK 我第二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什么 没关系你不记得我又忘了 对就很好奇嘛 很好奇啊 我觉得相处还是相爱容易相处男吧 哎对我今天早上早上起来是我在看那本书叫爱的妻厨房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什么东西啊 爱的妻厨房这本书 你是觉得我哪个方面做的不好吗 哦没有没有 就是针对于你说的那个相爱容易相处男 然后他就给了你七条相处的建议 天呐我还需要人给我建议 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哦 爱的这个能力是需要学习的 哦 他第一条叫沟通回应 就比如说他们调查很多情侣 相比于那一些不进行沟通回应的人 如果进行沟通回应的情侣 他们就会有更好的关系质量 哦 哦 因为相爱其实比较靠会儿嘛 相处是可以学习的 幸福的夫妻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什么都是有回应的 对 就不能够拒绝也不能够太过于冷漠 嗯 我不会的 嗯 我是比较热爱生活的人 嗯挺好的 比较喜欢吃火锅 可惜你今天吃了这个薯条吃不了火锅 挺好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我聊的吗 其实下次再聊 下次可以吃个火锅 我拒绝给你吃火锅 吃个创意菜 嗯 所以说是去公园 嗯 你觉得相处是什么 就谈恋爱谈什么 谈恋爱主要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吧 能不停的笑就很好 可以去看脱口秀 哈哈哈哈 这两个人还是思想还要碰到 哈哈哈哈 还是要碰到 还是要碰到 我好像没有听说你讲描述女生性格 那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女生 性格 嗯 讲道理的吧 有同理性一点的 啊 就是不能太自我为中心 嗯 嗯 OK 我还是希望有交流的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interactive 就比较喜欢跟人交流的人 嗯 所以会交流你的感受 交流你的委屈害怕恐惧 嗯 我觉得他能够平等的相处 我就会跟他交流 嗯 其实要遇到合适的人在一起 很难的 首先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是的 所以说 open mind 我也觉得保持这种开放和好奇的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慢慢来吧 别急 嗯 那准备在北京创业是吧 嗯 大概率 那你们在海店那边 嗯 我在旺京 嗯 夜到不远 海店那边 好吃多吗 没怎么吃过欸 因为我一般都在学要池塘吃 听懂 不是 只是出去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 然后你会把你的结构给打乱 天啊你这么这么这么 是不是会看到了未来优秀的创业者 很棒 对 放松一点 松弛一点 我挺松弛的 其实 不是意味着我不出去饭就不松弛 我有自己内心的松弛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28岁的阳光少女 还行 马上准备征服一个新的世界 没有 想要每天把日子好过 你想这个项目要好好慎重一下 毕业后第一份工 哎呦我本本就自己做嘛 自己做工作室嘛 对自己做公司嘛 做公司 嗯 嗯 一上来自己做公司啊 对啊 你们好厉害啊 一上来就自己做公司 也没有人投资就自己做公司 你有积蓄是吧 不咋需要花钱啊 我们老板会投一关钱 哦你还有老板啊 哈哈哈哈 搞得你没有老板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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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桌房小桌房小桌房 其实我们对心理学重视是不够的 对 但实际上 人才是最精密的机器 是 嗯 有考虑下一份创业来我们心理学行业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啊 哈哈哈哈 有考虑找一个长得好看的合伙人吗 哈哈哈哈 我可以做他的天使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包他吃住 那那你可以 可以 我我反而不用 哈哈哈哈 对 好好都了解吧 嗯 又不是火锅 哈哈哈哈 下次吃别的不是很快 我们吃寿司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我想吃什么 你想吃香菜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 啊我估计你 我我我我我 西餐吧 为啥呢 清淡的嘛 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呢 实际上会问的 我为什么现在不问呢 现在问你就太早设限了 那那你觉得你想吃什么 哈哈哈哈 我不回答 哈哈哈哈 好好奇哦 我好好奇你们男生就是 不会想吃北大的食堂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当 我其实也很能理解我对男生和对另一般的期待是什么 嗯 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很多人都在回避 就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爱情 然后只需要工作 啊不会吧 嗯很多人很多人都在回避 我可以不要工作 但是因为你现在 可能经历了这些 你可以相对稳定的生活 但很多人其实在 为自己的 呃 基本的 生活在努力呢 对吧 对 然后 怎么了 我想想想想想我在表达什么呢 嗯 哎你这个都很好睡个好就好好吃饭情绪稳定投入行动 嗯 嗯 这这两点是我最喜欢的 睡个好就好好吃饭 对 我觉得这是生活的基础 而且我每天努力就是为了做到这些 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哎你喜欢吃什么 哈哈哈 我把书读完了是不是就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成熟男人还是机智一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喜欢吃 东南亚菜 哦 我知道请你吃什么 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下菜太餐厅叫金莲花 哎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又没有想过 呃 当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 它没有那么匹配的时候 会给我带来压力 就比如说你已经相对上事业有成哦 但是我还一无所用 不会的 只要你自己喜欢干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也想找一个平等的对象呀 就各种各样方面的平等 经济平等人格平等 我觉得想多了吧 因为人 这是我的感受 这不叫想多了 都是平等的 什么叫都是平等的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很多女生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要找一个经济条件 比较好的男生 嗯 这是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对于这种想法 会保持 怀疑 嗯 所以我想要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啊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我还是会找骄傲的女生呢 嗯 什么叫骄傲的女生 就是不是看她的收入 嗯 就是看她有没有骄傲 怎么骄傲啊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她是保持自己的思想和原则的 嗯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她收入比你低 她就觉得她比你低一点 那这个女生就不骄傲 嗯 这是绝对不要的 绝对不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平等相处的 也绝对不能够 也不能说什么不要也没那么高 就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走下去的 嗯 嗯 所以说你只要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原则 嗯 逻辑 又很好啊自己独立的市场就可以了 嗯 钱财这种东西我们 两个人在有的社会财富也不会特别多 嗯 嗯 我们俩走了之后不就一个棺材 一块墓碑吗 嗯 钱财够花就够了 那够花你肯定说多少够花啊 啊 我的核心不是这个 我的核心是想问问你 怎么看 如果有这种女生有这种思想 比如说他们就是想要找一个更有钱的那些训练朋友 其实不取决于她有没有钱 嗯 取决于她有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 我的意思就是 当带社会大家的女生 就比如说小红书上也好 录音也好 就会有很 败金人的录音 对有很多这种宣传 它很影响女生的判断的 首先会让男生压力非常大 这第一 就是因为他们会希望男生条件更好嘛 然后第二是她们会希望男生条件更好嘛 她们会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重要 然后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没有爱情的原因之一 首先经济就是必要的 嗯 经济是必要的 嗯 就他们如果对经济有要求的话 是很正常的要求 是 因为她将来会生宝宝 宝宝总得 有个好的条件吧 是 还是那句话你喜欢她吗 嗯 你如果喜欢她的话 她怎么要求都不过分 嗯 只要她有自己的思想 嗯 就你喜欢她的人和她的思想 Both 嗯 这个女生如果说她是对你有经济要求 她自己有独立的思想 嗯 嗯 我认为OK啊 嗯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嗯 在精神上不能够平等的对话 嗯 那将来 就是为了生育而结婚了 嗯 就没劲了 嗯 可以 但是 不会特别幸福 理解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好奇 心理学严调 嗯 对 因为 像我这样的女生她并不是大多数 啊对 嗯 但是我其实又是普通的女生里面的 普通女生 因为我也会有这种 也会有虚荣心 对也会有虚荣心 然后也会有 需要生小孩的时候 哦也会有需要往 前迈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 其实虚荣心每个人都有 我们创业都是为了虚荣心 不是为了财富 嗯 优秀创业者都是为了虚荣心 都是为了成为 焦点上创业的 嗯 可每个创业就不一样吧 很多是这样 嗯 我们俩现在 聊得挺好的 就是唯一有一点 我也开身不公 嗯 十年后生小孩有点晚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欺负人了 哈哈哈哈 十年后我就处着拐罐去 每上年可以动精子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不在这里的东西 是吗 你十年后 啊 我那个时候玩了玩了一个年龄 然后基本上小孩 小孩如果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 处着拐罐去了 哈哈哈哈 这有点欺负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确实 那是 真正的问题 对 是这样子的我 怎么讲呢 我是能感受到你的好强的 好强啊 强势一点啊 然后我基本上也是这种人 我想找个不强势的 嗯 对 或者说 呃 其实想多了 有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在自己脑子里面 你设限太多了 呃 可能是吧 嗯 因为 呃 强势也是相对的 有人可能外面很强势 嗯 啊 在家里面就很乖 很 像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 很强势 打肾脏 嗯 家里面就拖地啊 做饭啊 很乖那种 但很多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跟自己的 呃 爱人 或者 对象 吵架 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 有成就感的事情 嗯 另外 人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 都是要测试对方底线的 嗯 就是 他触到我的底线 你会让一步 我触到你的我会让一步 嗯 这是一个过程 嗯 当然 能够理解 对 不知道耶 可能 不知道耶 嗯 慢慢来吧 嗯 Follow your heart 我回去读书 对应该 应该去读真的书 这本书今天晚上读完之后 就知道了 情绪的价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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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